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赖亮作为受害者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心疼 虽然这起风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总算平静了下来 并且李小璐的名誉权官司也赢了一起又一起 前不久李小璐本人还公开面对媒体 感谢法律给其讨回了公道等等 其本人也是热心公益事业 和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过处欲敬而风不止 最近李小璐又被传和某某男歌手有绯闻 使得李小璐和贾赖亮再次受到了影响 对此贾赖亮则是发文回应 称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 不想再卷入这些事是非非 忍了很久了 请不要什么事都带上我等等 言下之意暗示自己已经离婚 如今是一个人生活 贾赖亮的回应也使得大家对此是议论纷纷 很多网友都谴责传播费文上 觉得伤害了无辜者 实在是不应该 在今天贾赖亮诱发文 趁这世间唯有心灵之内运 能够让灵魂开花 并配上了自己的写真照片 这句话也是很有深意 对很多网友认为是画里有画 自从风波之后 贾赖亮也是瘦了很多 并且积极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对此 很多网友趁一个人过得要更精彩 还有不少网友安慰夹奶量 希望其好好的可见 沐 折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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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 沐 沒 沐 沏 沸